大家好,我是居民居臨V9收容團的贊助廠商HackMD的社群經理NN 那今天的提案是work and help us 就是各國解封市營會的 那這個坑呢,就是從零開始,就是現在在這裡 那就是歡迎大家成為這個坑的先鋒部隊 好,就是真的是從零開始 所以就是,因為解封就是各國有很多做法 它世界很複雜,所以腦袋先放空 所以雖然只有三分鐘,請大家呼吸 好,就是微封、封、解封、微解封 就這樣子的事情可能會一直一直的發生 因為我不知道疫情之後就會變得怎麼樣 那只要是這種微封、封、解封、微解封的狀況一直發生的話 那其實就會有很多的規範,會有很多的變化 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是大中小組織都有可能 那其實台灣蠻幸運的,就是比世界延遲力一點進入這個秩序 那我們就應該要更善用這個後繼的優勢 應該要參考一下世界都是怎麼做吧 所以以前是台灣 can help,現在是work and help us 那現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其實為什麼這個專案是從一群台南新亞的夥伴開始發起呢 就是因為中央有中央的做法、地方有地方做法、地方有一百種做法 地方有一百種做法 會因為各種的理由而有兩百種做法這樣子 那其實各地的公部門他們可能都很疲於分辨的做法 也太多,因為太多也會讓一般人無所適從 那其實像是居臨也好,在民間很多的朋友都會想要協定 可是有的時候方向也難免會迷惘 所以我們其實並不是要再提出一個解法 而是提出一個做法的,一個參考的基礎 就我們一起來認真的整理或者是翻譯,然後好好地呈現這些國外的經驗 到底面對解封這件事情,就各國到底怎麼做的呢 他們提出了什麼樣的指引跟規範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過程中稍微一點遠望路 甚至可以挖掘一些適用台灣的洞見 那總之我們未來可能會要一直反而復復地面對這件事情也不一定 但如果不用面對是最好啦 那我就來看檢查問題的事情吧 來協力讀資料轉移之外,可以開放為本的 就是哪支部CC0呢,就一定是開放為本的 各國解封指引會整吧 可能學者研究我們太慢了,我們先衝 那當然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在做類似的事情 只是這段可能沒有被很好的 變成一個台灣人比較容易第一節的閱讀消化資料 好,誰設的這個可能就是所有人 因為解封跟所有人都有關係 那如果你喜歡設計資料,閱讀消化一些 可能不管是各種層面的資料 或者是你在國際比較有興趣 那在空別已經有興趣,你有能力替 有轉移的熱程,有資訊會的指數 歡迎加入,尤其是各國語言 這個部分,英文、字文或者什麼語言都好 但城市語言也可以 那不會寫夠的人,來來你來 這個專案就是你不用寫 可以成立的一個坑這樣子 好,那坑主是這個社團高速會團 對台南欣雅 請看我們的台南少女 她昨天才剛從高鐵 就是台南上來台北參加實體的達中 就是只按坑主這樣子 好,來吧來吧,這組是從台南來的 那拜個位台北也會幫忙一些事情 那就請大家加入我們 好,謝謝